在賭場裡除了多土桌、多角字機 還有的就是密密麻麻 幾乎佈滿著整個賭場天花板的天銀 在裡面一舉一動可以說是無所遁形 在這個監控如此嚴密的地方 竟然有可觀挺而走險 利用職務之便串謀賭客穿公司櫃桶底 上映一出龍女雞造反的事件 事件公布案情事就說 一名任職路坦永利皇宮賭場的女客官 在半個月裡趁著自己在白吉樂隻面當席的時候 急實無賭客和其他職員之際 在開牌的時候才叫同黨落住在贏那邊 每個駐馬大約是6萬至15萬不等 還知道個名女客官在半個月裡 隔了至少三名內地女子在賭場裡瘋狂作案 就由上月28日至斷政當日計起 掌騙鬚募高達18次 賭場報室共218萬 被捕的女客官聖章 36歲澳門居民在永利皇宮任職一年有多 其餘的三名女賭客分別姓郭 姓劉和姓陽都是無業的內地居民 主意負責落住、看水和把籌碼換成現金再分葬 四人涉及公布上枝侵佔和犯罪集團被疑送檢察院處理 司警說破案的關鍵就是因為女客官心急想分錢 無緣提早下班 引起賭場懷疑而露出馬腳 司警經調查後在賭場裡將涉案四人拘捕 部分嫌犯就拒絕合作 司警相信仍然有主佬金主和同黨在逃 正在加密追查當中 引起賭备 詞强辯 編曲 8月 独局 2 感谢观看